黄花 我一直没把我自己当成一个什么大妈的那种 我都觉得我跟年轻人也差不多 就是平时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从来就没去考虑过什么 年龄是不是该做是不是不该做 一 二 三 走 唐敏是整个舞蹈教室年纪最大的学员 除了练吉他 学英语 他最近又迷上了弗兰明歌 我退休也两年了 就是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爱好 我自己爱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唐敏退休前是报社美食专栏记者 工作二十三年都在和美食打交道 告别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后 他一直在做着自己的寻味计划 妈妈 好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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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 走走走走 还好吗 整天还好吗 一碗 妈妈 妈妈 等着我们家那个土火锅还在不在 在不在 在哪儿呢 在呀 在哪儿呢 在哪儿啊 我们看 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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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 我忙着 我这儿 我忙着不少人 在哪儿呢 对 我上去先看一下 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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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好多火锅 等一下 你看 你看 这个土火锅就是从我祭祀的时候 它就存在在我们家里 哇 还有好多火锅 那个锅呢 每年做一次 然后做了七八十年了 所以我们这个家里 这个土火锅 就真的像个宝贝一样的 找到老家的土火锅 是唐米寻味计划的一部分 因为不愿意像上一辈或一些同名人 过传统居家的退休生活 他一直在路上寻找记忆中的传统味道 去追寻不同地域的特有风味 为此他和好友组建了一个移动厨房 有一帮跟我有相同爱好的这些人 我们有一个移动厨房的概念 当然我们不是有一个什么餐厨 但是我们后备厢里 经常会装着厨具 我们的餐具 然后就走到这个地方来 真正去体验 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一方水土也养一方食材 走 上车 好嘞 上车 出发了 上车 高速路要走两个多小时 两个多小时 对啊 天天有点热 今天先走微远 你那我们 先到微远吧 第一转我们到微远 到微远去摘那个七星椒 看看那个有多辣 我喜欢出行 离开我们经常生活的这个城市 到别的地方去 去了解别的地方的美味 了解别的风土的人情 就是在途中去享受一种生活 到达了下车 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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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个朋友 他老家就是微远的 他说我妈妈种了那个辣椒 那会儿我们正想去 所以就去了他妈妈家那一块 他园子 来来来 先往里头猜出来 这个是最辣的一种品种 你看朝天长 它一转七个 你看 七星椒的餐地 全省最辣的辣椒 就应该餐在这个地方 这个你干不干的吧 这个还不辣 这个还不辣 别 啊 挑战一下 这样不要太辣 嗯 有清香的这个味道 嗯 这个还不辣 看见辣椒 天啊 我这个 我这个射箭 不行了 咬到那个咪咪就辣得很 可能是咪咪辣 来来来 搬东西搬东西 来来来 移动厨房呢 就是我们每走到一个地方 一定要把车开到当地去 要在那儿 就是最新鲜的去采摘 或者是在那儿去做一餐饭 其实农民在这里 原汤 要是你们鲜汤太辣了 你们自己又加点这个汤 我觉得你这个还多有人性的 来来 吃起来烤辣椒 嗯 这个姜豆好好吃 甜点 甜点 这才是喝的菜 嗯 我就拿苦了 但是还是想吃 你轻轻转地点我就不得好了 吃一碗了 哈哈哈哈 这回来我不吃了 我吃这个 不行 必须要吃辣椒 不蘸辣椒下次就不准出来 嗯 我本来是个美食记者 我就觉得我很多身边的事情没弄懂 就是说辣椒 哪个辣椒是管辣的 哪个辣椒是香的 越走越深 你就发现这个世界更大 那你想做的事情就更多 所以就一直停不下来 有没有的糟蛋 糟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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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像乙兵的特产的吗 你们有没有的糟蛋买了 糟蛋 有没有的糟蛋 糟蛋 糟蛋这个玩意儿 乙兵人很多都不知道 它经常是作为一个调料 比如是以前的怪味祭司 祭司里面的怪味 就一定要有这个糟蛋这个糟味 这有没有 有没有糟蛋 糟蛋 哎 藏在那 我看什么样子是 它里头几个几个手柜 这个一个 一个来 一瓶一个吗 这个多少钱一瓶 哦 58 只有这一瓶啊 58啊 只有两瓶啊 58一瓶啊 就是啊 它很贵 为什么贵啊 只有这两瓶吗 只有这两瓶 那我们先把这两瓶买了吧 就去了几家店都没有 我们先买 每个人都说 我小的时候我想吃 记忆中都有这一口 但找不到了 很多传统的手艺上的东西 就慢慢就会失传了 转弯 你看看 好一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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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蛋黄有点像那个蟹黄 糟蛋的传统制作过程非常复杂 往往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 先加白酒 在快节奏的当下 它已经逐渐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 而唐敏经常通过一栋厨房 把这些记忆中的传统美食 去各地分享给更多人 来来来 来来 快点把这个火打起烤一个面包来 已经烤好了 这个是加的那个香油的 你尝一下 馒头 馒头 怎么样味道 好吃吧 我那味道怎么样 我那味道怎么样 我你尝一样的 尝啊 我没吃过蟑螂 蟑螂 蟑螂 有蟑螂 以后就这样子吃 就把蟑螂加点白糖 加低点白酒 然后也可以放香油 也可以盖上白了 在那边就加香油 好谢谢 鸭蛋在酒糟里面怎么烤 发酵 发酵 哦 我们那边没有江西没有这个 全国只有宜兵才有 宜兵才有 而且快失传了 快失传了 对对对 怎么样怎么样 很洋气 我们把这个分享给大家 我们让大家来尝尝 尝尝你看这个滋味好不好 就是美食需要分享 自己的心情也需要分享 大家通过美食尝到一种快乐 给你带一下 给你带一下 一会儿我来煮做土火锅 老火锅吗 是啊 是啊 我那天专门去我妈那拿 我外婆传给我妈的 我让我妈传给我 我妈小时候是我外婆做给她吃 我展示一下我外婆的手艺 可以吧 定位置 还算比较宽敞的地方 我们下车 好 黄花 出了 笋片 我经常在餐厅吃饭 我总是觉得差了那么一点滋味 就是有的时候差点什么味道 只想想就是我外婆的味道 就差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种传统的滋味 你就慢慢觉得会消失了 等一下 我还是用相机拍一张 可以加碳了吗 可以加碳了 人的那种就是 我对这个美食的这种追求 可能变了以后 就会变得就慢慢就 找不到你自己了 就觉得你要 你要不把这些东西找回来 你就慢慢会失去自己 会失去你原来的那些东西了 开了 闻到香味没有 终于得着吃了 我早就想偷嘴了 嘴鸭汤 要不你们先尝尝原汤 原味 然后再做蘸料 我觉得应该先喝点汤 怎么样 好吃 我觉得还可以 因为你妈妈做的好吃 就是那个味道 妈妈跟我讲的地方 刚才还一直打电话说 这个放了放那个 那个放了放这个 我最喜欢的这些 太多了太多了 哎呀一会儿女孩不够 你来一个 就了 她的这种做法 这种其他地方她是没有 其实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对 这种火锅这种感觉 想起家乡 想起老味道 想起我外婆 那我紧一下吧 紧一下 来来来 紧一下你 谢谢 谢谢 我们吃一顿 谢谢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离开都市去探寻不一样的生活 在路上寻找记忆中的传统味道 唐敏也渐渐遇到那个以前的自己 敢爱敢闯肆意追逐 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生活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种开车出来 做饭这件事情 不是人人都好像都会做的 生活在别处呢 是一种心境 不是我很刻意要去标新利益 要去做个什么秀给别人看 而是发自内心的生活在别处 我们要飞到那小园地方 看一看 这世界 并非那么凄凉 我们要飞到那小园地方 看一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